那麼老學人還講 為什麼我們道場上有三才 後學是我們有點兒子時悲 他希望說後學上來能講講 我們練三才的經過 而且我們練三才 不管是靜坐也好 或是我們剛才有提到 道場上的一些懸殊 地理風水也好 神通也好 形象也好 個人的英雄主義也好 所以這時時 民國六十九年出大口的時候 後學就住在土壇 那時候有參與批鬥道爭的這些講師 全部都搞定在那裡 或者就問老前人一句話 民老實非 我們的天道這麼可貴 我們的天道這麼好 為什麼還要用三才呢 對不對 而且用三才的種子又是什麼呢 老前人才說 老前人說 其實就是因為人才不夠 四櫃五盤其出動 都轉世為人 但是 末後三朝大事 諸天仙佛每一個 都轉世 要來協助師尊師父 辦理末後所有 聖大事之人 人手都不夠 所以 道爵會閉降 老母道爵會閉降 道本舊有緣的人